对中国挥舞制裁大爆 结果却自己顶不住 加拿大这啪啪自我打脸 这说明了什么呢 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 主要是源于美国频繁发起的 无端贸易战科技战 这还不忘拉上盟友们一起围堵 遏制中国的学起 然而正所谓水泼出去就难以收回了 这样的手段注定行不通 这不是我片面之词啊 胡说八道 而是有事实被佐证 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 加拿大那一直跟随美国的步伐 那对华政策也是不相上下的 去年为了迎合美国的战略 加拿大对中国的部分产品大幅提高关税 试图通过限制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来保护本土产业 没想到的是 这一政策首先重创的 竟是加拿大自己的企业 许多企业不得不考虑 迁出加拿大寻找更为友好的营商环境 但即使教训如此深刻 加拿大依旧选择一错再错 在美国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后 加拿大也跟风 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加拿大显然是天真的以为 通过这些措施 可以帮助美国把中国的新能源企业挤出市场 最终美国企业可以趁势收购陷入困境的中国企业 从而掌控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控制权 到那时候加拿大自然也能在这场盛宴中分得一杯羹 然而事与愿违 关税这一家加拿大的汽车制造商 却因为成本骤增较苦不迭 消费者也只能被迫接受高昂价格 所谓投机不成18米 关税大棒回向中国 结果却反弹到了自己 此时加拿大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 终于开始反思 为了缓解国内企业的压力 加拿大财政部出台了一个令人有点好笑的政策 就是说 企业可以申请暂时减免进口中国电动汽车 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 这个举动一出 很多网友朋友们炸锅了 有的说加拿大这次是聪明反背聪明误 之前加关税现在有减免 简直是自我打脸 还有的说 加拿大这波操作是及时止损 反倒显得聪明了 但不得不说 网友们的评论各有见解 而在我看来 加拿大政府的做法是权衡利弊之后的务实选择 毕竟在全球化的时代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合作共赢才是唯一出路 事实上 加拿大这次的自我打脸也恰恰说明了 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是一条死路 在国际舞台上 每个国家都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和原则 而不是盲目跟风 或者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否则 最终就会像加拿大这样的负面教材 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小 如今加拿大已经开始回头反思 而美国仍然执意一条路走到黑 只能自求他多福了 国际竞争不是靠打压对手来赢得意识之力的 而是通过公平竞争 开放合作来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